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 圣诞平安 让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 来欢迎我们的救主降生 不是欢腾救助降临 大帝皆君王 为愿忠心预备地方 祝天万物歌唱 祝天万物歌唱 祝天 祝天万物歌唱 无事凡堂 主之万房 万民都当歌唱 天夜江春 成定平原 将一个声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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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欢腾救助降临 大帝皆君王 为愿忠心预备地方 祝天万物歌唱 祝天万物歌唱 祝天 祝天万物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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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祝天万物歌唱 万物歌唱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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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来朝见圣灵 基督应一讲生 起来千诚同情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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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信一度 起来众生幸福 快乐有关心 起来一起来 大家上过礼拜 来朝见圣灵 基督应一讲生 起来千诚同情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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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主基督 起来众生幸福 快乐有关心 起来一起来 大家上过礼拜 来朝见圣灵 基督应一讲生 起来千诚同情拜 起来千诚同情拜 主基督 起来千诚同情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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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ора太祖 Move 太祝了itié 哦 哦 荣耀 荣耀 荣耀归至高昇 清君同胞过临河 天使若唱舍一声 千乃归白同声唱 基督救主是一声王 荣耀 荣耀 荣耀归至高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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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至高昇 天使歌唱在高天 美妙歌声 甜甜甜言 四周山名发挥声 向阴天使怀奈力 荣耀 荣耀 荣耀归至高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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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至高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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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至高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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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至高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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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道 哦 神 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给你 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至高的神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为了我们 你将你的爱子赐下 降生在马草 主啊 你是尊贵的君王 也却将为悲 来到我们当中 是为了爱 是为了我们的盼望 平安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明亮着情 早亮渴望平行 香香不遗憾 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将生带来爱和黄黄 平安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明亮晨曦 照亮渴望平行 香香不遗憾 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将生带来爱和黄黄 是尊贵的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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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的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尊贵的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阿贵的君王ち що 天下阿贵的君王 如此尊贵的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Comme sajaARONletta 老婆 está千悲来到世上 我们敬拜 亲爱耶稣 依旧是爱和平安 从安甘安 心情圣诞 因为耶稣为拥抱而来 我们敬拜 亲爱耶稣 你就是爱和平安 充满感恩 传奇圣诞 因为耶稣为拥抱而来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 将生在马上 是为了爱 背负重难 等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为爱还来救赎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 将生在马上 是为了爱 背负重难 感染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以爱来来救赎 在地上平安 在地上平安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陪陪陪佩佩佑 你陪陪牲最大的荣耀 在真之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陪他最大的荣耀 在至高至处 我献上感难 在至高至处 我举手敬拜 天思天群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祢 在至高至处 荣耀归于生 在地上平安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陪他最大的荣耀 在至高至处 荣耀归于生 在地上平安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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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陪他最大的荣耀 祢用的LEY 今天我们点燃降临期的第四支蜡烛 这仁爱的蜡烛提醒我们 上帝爱的礼物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祂也要我们彼此相爱 神爱我们 因此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饿 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 也终必归于无有 感谢主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点燃 降临气的第四支蜡烛 这仁爱的蜡烛 提醒上帝爱的礼物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祂要我们去爱别人 神爱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彼此相爱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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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章 35节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这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有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十八节 爱是恒咎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的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 耶稣为我们带来盼望 那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其实我在思想一个问题 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然后我想我现在也来挑战大家这个问题 若是神今年要给我们圣诞礼物 你只能从这四个当中选一个 你会选什么 第一个是我再富有一点 不管你有多少钱 第二个是我可以再年轻一点 第三个是若日子可以重来 第四个是以马内利 要神的同在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放在里面 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君王系列的分享 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之间 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不管是在 email 书信问候 还是我们weechat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写上以马内利 或是写上属于你同在 那对以马内利这个词 我想借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些分享 我们期盼我们都能领受以马内利的恩宠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以马内利的恩宠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 我们请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耶稣 他们还没有成亲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耶稣是个义人 不愿张扬使他受禄 就打算暗中与他解除婚约 他一直想着这些事 主的实则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只敢放胆 把你的妻子利亚娶过来 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必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 主借着先知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要叫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约瑟醒了 就照着主的实则所吩咐的 把妻子迎娶过来 只是在孩子出生之前 并没有与他同房 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 以玛内利的意义呢 我们来看 以玛内利是来自 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 那是由两个字词所组成 就像我们的中文 木啊 两个木就变生灵的灵 三个木就变成生灵的神 好 那希伯来文 EL 以玛内利的最后两个字 EL就是神的意识 我们来看这个投影片 以色列或是撒摩尔神垂听 或是但伊犁神的王子 或是以希杰神的能力 那都有这个字跟神 所以以玛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那先知 我们从经文二十三节 我们刚才读的当中 我们知道先知预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要给他取名叫以玛内利 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这件事 他的应许是记载在 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里 当时的犹大国面临强敌压境 人心惶惶 是神透过以赛亚 要给犹大王的预兆 那我们知道自从所罗门时候 整个以色列分为南北国 然后也 南北一直在争吵不停 战争不断 那这时候呢 北方的亚兰 亚兰国跟 以色列 跟北国以色列 他们联军要来攻打犹大国 那这时候犹大国王亚哈斯呢 他面临这样的一个 一个挑战当中 他跟百姓都非常的害怕 那时候呢 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 去安慰亚哈斯 要他能相信神 因为有神的同在 敌人就无法伤害他 虽然亚哈斯不愿相信 但神仍然赐给他一个预兆 作为证明 使他有机会悔改 神要先知告诉他说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照头是一个特殊的记号 那当时的 对当时的人来说 必有童女怀孕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其实是 是指不可能的事 但是因为有主的应许 将成为可能 也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孩子的名字 使亚哈斯他能得到信心 知道神的同在 国家一定会从外敌的侵略中 得到释放 因此以马内利的应许 在旧约中 是对当时的军事危机而言 那我们来看 新约的 耶稣 称为以马内利 我们看这里 以赛亚关于 名叫以马内利 这孩子的预言 是 在 在南国亚哈斯王之后的七百年 拿撒勒的一个名叫 玛利亚的童女跟约瑟 他们订婚了 在结婚之前呢 一位天使拜访了约瑟 证明玛利亚通过圣灵怀孕了一个孩子 孩子出生时 这个 马太福音的作者 马太哈 他就明白了以赛亚的预言 所以呢 他就说 这一件事的成就 是要应验 祖借先知所说的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的应许是 将领姐最奇妙的礼物 以马内利意味着 上帝并非与我们保持距离 坐在遥远的宝座上 他乃是 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我们圣诞节的信息就是 耶稣已经降生 他就是上帝 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他日约与我们同在 保护眷顾我们 那在以赛亚时代的以马内利 跟在新约耶稣基督时代 的以马内利之间 有很大的差异 以赛亚时代的以马内利 他象征 象征他的子民 从外人的欺压当中 得到释放 那我们新约耶稣基督的 以马内利是 使人脱离欺压的释放者 以赛亚时代的以马内利 代表神的同在 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我们耶稣的以马内利 是永远与人同在 在旧约中我们看 神在特定的时空 对特定的人写明他 乐意与人同在 当以色列人在 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他们因着受欺压太苦了 就叹息 祷告哀求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他就纪念跟以色列先祖们 所立的约 于是神拆遣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离开这为奴之地 要把他们领进神 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那信实的神 他应许拯救 也必负责到底 无论在这路程中 百姓曾有怎样的抱怨 玩梗的行为 当以色列民行在旷野中 神也一路看顾他们 供应他们保护他们 神白天与云柱 夜间与火柱 日夜的引领保护 与他们同在 当摩西使了 把带领以色列人 进迦南的这个重任 交给约书亚 上帝唯恐 年轻的约书亚 受不了打击 这个担子太重了 以至于灰心 神就向他应许说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我也必与你同在 摩西死了 但摩西的神仍然活着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什么也没有损失 我们可以说 属神的人虽然死去 但属神的东西 一样都没有失落 神说 我怎样也必照样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也就是说 我昨日怎样的同在 我今日也必照样 我以后也必照样的同在 神乐意与人同在 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我们看 以色列第二任国王 打尾 他曾用残忍的手段 从他的将军乌里亚的身边 夺了人家的妻子 他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的时候 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去 指出大卫的罪 于是大卫痛悔了向神哀求祷告 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 重新使我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因此恳求神继续与他同在 神答应了大卫 最后大卫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无论怎样 神总是乐意与人同在 特别在这忧伤痛悔的心 神不轻看 那以马内利跟耶稣的关系 当约瑟照着天使的吩咐 为这小小婴孩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耶稣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也就是救主的意思 那为何耶稣 他的名字又要称为以马内利呢 这说明耶稣与以马内利 有密切的关联 只有透过耶稣保险的救赎 才能因着罪 使我们与神隔绝 与神为敌的人 可以再次得到神的同在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祂是道成肉身与人同在 耶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 这一面他说 与我们同在的神 祂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圣经约翰福音 一开头便说 太初有道 道与人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太初与神同在 神充满万有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要与人同在 即使是这样 让人能亲眼看见 亲手摸到 亲自感知神的存在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 住在人类当中 与人类生活在一起 耶稣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重重满满的 有真理 有恩典 约翰见证说 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非常明白 耶稣基督是 上帝的独生子 经由圣灵 在童真女玛利亚 身上感应 成为肉身 取了人类的形象 取了人类相同的形象 出现在人类历史的 一个时空当中 为要成就一个 伟大的救赎 就是要将人类 从罪恶中救出来 可以说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标 就是带来救赎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借着耶稣所留宝血 使我们人与神和好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接受耶稣成为 我们生命主的那一刻 我们就能从耶稣的 从耶稣的灵 得着新的生命 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受洗得着救恩 就是得着上帝 同在的应许 如此我们的身份 不再是外人或客旅 我们与圣徒 是一样天国的子民 是上帝家里的人 我们得着 以马内利带来的祝福 平安与保护 并有属神的价值观 以及充满盼望的 有方向的人生 以马内利他带来的结果 使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受难之前 曾安慰门徒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又说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我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也在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在耶稣从十里复活之后 要回到父那里去之前 他应许说 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没有离开 他借着圣灵一直住在 他的孩子们的里面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 与神和他在基督里 对我们的爱隔离 圣灵与门徒们同在 与历世历代的信徒们同在 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把我们带到 耶稣面前 带进耶稣的真理 要将一切的事 按照基督的话 来指教我们 好叫我们活在基督里 靠圣灵得着新生命 活出耶稣的样式 为此圣灵保慧师 以他的同在来教导我们 指引我们 告诫我们 他安慰 帮助保护 他也照管看顾保守我们 并引导我们 被耶稣的十字架 与神同行 跟从主 使我们在他同在中 逐渐长大成人成熟 成为基督的见证 圣灵使我们经历神 永远的同在 另外主耶稣也在 父的宝座前 为我们代求 希伯来书七章说 凡靠着他进到神 面前来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他是长远活着 为他们祈祷 主耶稣为我们 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与每一个人 永远同在 主耶稣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是他们 完完全全的 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 你猜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耶稣为我们向上帝 祈求同在 如此便能让世人看到 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使人身心羡慕 愿意来认识主 接受救恩 上帝的同在 使我们的生命 能进到神的爱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 得以改变 来荣耀神的名 感谢神 耶稣的代求 使我们有 神的同在的稳妥 神同在的应许 我们可以忍受艰难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 其实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不容易 但我们在 耶稣应许我们 我们尽可以放心 因为 其实一切属基督的人 是不能免除痛苦 苦难的 有时甚至我们的苦 还要比畏性者 还要更多 但是 耶稣 他的 但在耶稣里 他的 我们的痛苦 其实不能压倒我们 魔鬼也不能胜过我们 因为耶稣 基督已得胜 在基督里 我们有得胜的把握 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 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向那二者夸胜 最要紧的是 我们必须在基督里 也就是 以马内利 有神的同在 如果神同在 虽然有痛苦 但在痛苦中 自然有安慰 神同在 虽然有困难 但在困难中 会得胜一切 在神里面 神负完全的责任 但在神与外 神就不负责 感谢神 神永远的同在 使我们能以选择 无论做什么 总要在 他的旨意里 在耶稣基督里做 在主里 有苦 也是甜 虽然有苦 也有味道 神不止 与我们同在 他也赐下我们 渴慕 他的同在 约翰福音 这里 十五章 耶稣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指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就不能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历世历代的属灵伟人 就是遇见过神的人 他们确实意识到神的同在 并且一生都有神同在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 他们自己经历了神自己 我们有时会稀奇 他们有 持久不衰的能力 是因为他们与神同在 时常与神有亲密的相交 有向神倾心土意的祈祷 就如同人跟朋友交谈一般 因而他们有得胜的生命 并且得到许多属灵的福气 我们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久了的人 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属灵光景 我们不满意 为什么 或者是 会急切的想问说 为什么我们有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 或者是初心的新朋友 会渴望更多的认识神 其实我们心中所渴慕的 渴望的都是由神来的 圣灵的工作是很细微 我们的意志需要定义来到他面前 顺服神的灵 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把 父和子显给我们 当我们喜欢顺服神的心 来亲近他的时候 他就向我们显明 使我们心得满足 神与人心灵亲近 或人的心灵与神亲近 并不是指空间 也不是指距离的问题 而是经验的问题 譬如有人说 当我觉得我的儿子越长大 与我越亲近的时候 其实他的儿子一直住在家中 没有离开过他 所以这个是指经验的问题 也就是说孩子因着 对爸爸有更深的了解 和他更亲密 两个人之间的思想 或者是心灵上的隔阂 就慢慢消失 亲近不是指距离的接近 而是关系上的接近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圣灵在我们 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 已经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需要刻意的 对神的同在有可慕 可慕更亲近他 才能明白神的心意 也才能使我们人生的道路不空跑 可慕神同在的喜乐 以及操练与神同在的生活 我们不能不提劳伦师弟兄 他是17世纪 法国修道院的一位厨师 他的经历为世代教会 留下了一份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 他的言论与书信 只有注意一件事 就是与神同在 不仅是在他祈祷的时候与神同在 就是他在做事情 在厨房最忙碌的时候 他也是恋恋不忘与神同在 他这样做 使得他的生命越过越圣洁 越敬潜越爱神 他操练与神同在 不是靠他周密的推理 或者是他苦失冥想 而是靠信心 他保持自己藏在神面前 单单单纯的用注意力来 凝视神 注意神 与神之间有一种 经常默默无声的秘密交谈 他用着简单的方法 每时每刻操练自己 他与神同在不限地方 只要 只把他的心当作一个交谈的所在 他把自己退到心里 常用温柔谦卑爱的态度 与神交谈 劳伦师弟兄说 当我们忠心地保守自己在神面前 而且也将神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这不仅不使我们得罪神 也至少我们不故意去做使神不喜悦的事 而且心灵里有一种神圣的自由 甚至何可能是一种与神的亲密 使我们能借着祈求 得着我们所需要的恩典 因此没有一个人 是不能和神交谈亲近的 虽然有的多 有的少 对操练与神同在 劳伦师弟兄说 今生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讨神喜欢 既然神因他的怜悯还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那就让我们认真地开始吧 我们要补偿失去了光阴 并且存着充足的信心 回到这位慈爱的父面前 他总是乐意亲切地接待我们 有了神的恩典 我们凡事都能做 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只会犯罪 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尽可能地在今生成为神最完美的敬拜者 他有如此的祷告 神也如此地应允了他所求 我们可以说 以马列利是每一个人的追求 神愿意长久地住在我们当中 重重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神不愿意被我们里面的软弱赶走 他愿意随时随处地与我们同在 若我们做基督徒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应该享受以马列利 但是若没有 我们就需要调整 我们需要归正 我们要领受认罪悔改 与神重新建立关系 只只不能离开葡萄树 离了主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其实我是对你们讲 其实也是对自己讲 我觉得我们一生属灵历程 其实就是神这么丰富 我们不要像穷人家孩子 我们只要一点点 我们要跟神大大赞口 那在十九世纪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的杰出仆人陶树 我很喜欢他的著作 他说 所有被神所救赎的儿女 神使我们属灵的官能发生作用 除非我们的灵性迟钝 和怀着不幸的恶心 不然神的同在一个属灵的国度 摆在我们的周围 他一直包围我们 怀抱我们 我们可以借着里面的生命 接触到他 再进一步去认识他 神自己就在那里等候与我们相交 我们开始认定他的使用 这个永恒世界对我们就成为活的了 Amen 这个永恒的世界对我们就成为活的了 我们是活在永恒世界的人 我们不是短暂今生 这是我们基督徒 也是我们圣诞节 我们的喜乐的来源 感谢主 那可以说 没有神的实际 和持续的帮助 在生命的道上 我们就逃不出危险 但如果没有他的同在 我们只能求他呢 如果我们不时刻想念他 怎么能和他同在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失念他的习惯 怎么可以常常有他在我们心里呢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有神的同在 当有神的眷顾与护辟 我们就能得着平安 所以以马内力是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 也是我们的祝福 耶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是习在尽在勇在全能者 以马内力是强调 不论在过去 现在以及将来 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耶稣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他一直同在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 如果神 你要向神要一个圣诞礼物 你会要钱多一点 或者是年轻一点 或者是日子可以重来 或者是以马内力 如果可以再做一次选择 不知道我们答案 是不是跟先前一样 其实在基督里的追求 跟地上属神的财富不同 我们在基督里越追求 我们越富有 越丰富越多 但是我们世上的钱财 是越用越少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的灵越追求 我们里面的灵越活泼 我们越有盼望 我们越有那种 更新那种盼望的时候 我们是越火越年轻 我们不是 在世界的长流当中 我们自然的人 是越来越衰老 但是感谢神 我们过去的日子 其实过去了 但是因着在神的同在 神的智慧当中 神会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 再把我们 还回给我们 因为神赐的智慧 是多而又多 只要我们大大张口 大大去跟神要 神的同在 祂的丰满 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为过去 我们为过去的决定 过去的错误 或者是我们过去觉得 我们没有做到的 其实在神里面 神可以补回我们 其实最主要是 我们有丰盛 我们在灵里面 保足的时候 我们看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 更宽 我们感谢神 我们庆祝感恩 在这极大欢呼的日子里 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奇妙之处 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 从最终拯救出来 我们靠着信心 我们不光是认罪悔改 我们凭着信心宣告 耶稣把我拯救出来 以马内力已经开始了 我们与神恢复关系 活在神的荣耀光明 与神的丰盛关系里 我们庆祝 耶稣的诞生 也享受耶稣同在的喜乐 今年的圣诞节 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你可以向耶稣要 以马内力这一份礼物 若是我们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 这位神孩子的人 我们向神祷告 2022年 我们要神给我们 最大的礼物就是 耶稣以马内力 我们要更多你的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你是以马内力的神 主啊谢谢你 你是对我们是这么的宝贵 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主你进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一生生命 美好的祝福 主在这 这个庆贺当中 主我们要跟你说 耶稣我们爱你 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也持续地保守我们 继续活在你的同在当中 继续失恋你 继续渴慕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感谢祷告 靠耶稣基督圣明 Amen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救恩 拆遣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我们而生 住在我们中间 带来你丰富的恩典和真理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天父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 来拯救我们 把我们藏在你翅膀阴下 让我们活在生命的关中 主啊 求你联明这个时代 软化人心 赐给我们机会 让地上的万民万主 都能认罪悔改 归下你 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 你就止息怒气 抑制疫情 抑制患病的 安慰 失去亲人的 并赐下 从你而来的平安 我们为在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祷告 求主保守他们 免受病毒的侵害 保守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 使他们成为神手中 医治的器皿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求你保守 看顾你的子民 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疫情中 信心不自动摇 靠主忍耐到底 主啊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让教会各项事工 都满有你的恩高 满有你的同在 主啊 赐力量给你的百姓 赐平安的福 给每个家庭 愿圣灵时常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疫情中 活出你所赐的平安 自由和喜乐 主啊 求你帮助各国政府 能够做出明智的 预还措施 极力阻止疫情的蔓延 求你赐智慧 给全世界的医疗专家 能尽快研发 并制造出更多的解药 和疫苗 来制止这次的瘟疫 主啊 我们相信你以掌权作网 相信你必医治这地 复兴这地 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 以上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以奉献 继续我们的敬拜 格林多后书九章七集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 现阶段 大家可以两种奉献方式 来参与神借着教会的 各种福音事工 第一种方式是邮寄 您可以将支票 邮寄到教会办公室 第二种方式是网上奉献 在我们嘉律山教会网站上 点击Gib 以及GibNow 链接后 会进入奉献页面 奉献页面上 有一个下拉选项 Fund 点击Fund下的下拉菜单 请选择最后一个选项 Mandarin Campus 愿神纪念 悦纳 您所为他摆上的奉献 使神家有粮 使福音事工成为世人的祝福 愿神为您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您 甚至无处可容 Amen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教会网上直播的新朋友 您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点击Welcome Home 然后添写您的联系方式 添写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我们教会会与您联系 有带导需求的弟兄姐妹 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点击Connect 然后点击Ask for Pray 以中文或英文添写您的带导请求 我们会为您带导 想在365天之内读完一本圣经吗 来参加我们的同读圣经365活动吧 计划目标 一年内结伴读完圣经 适合对象 所有的弟兄姐妹 及亲朋好友 结伴原则 同性别或家庭之间的自由组合 每组人员建议不超过六位组员 使用工具 微读圣经运用软件 安装方法 向您的小组长索取 同读圣经365宣传乐的电子版 通过微信或者是email都可以 用手机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即可顺利安装软件 具体使用方法 请到网址 wd.bible.help里面去查找 谢谢弟兄姐妹们 上帝祝福你们 早上好 感谢主能看到 今天的加热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服侍的是一位 全有能力的神 我希望大家能够享受 这个月我们一直以来 这个系列 君王已降临 在耶稣基督诞生700年前 伊赛亚就做了强有力的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它形容了 这个弥赛亚将会成为怎样的人 那么弥赛亚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为了今天 像过去一样 它今天在你的生命 也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 来到我们这个周五 将要来临的这个 平安夜的聚会 那将会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聚集 真的不敢相信 我说的是这个礼拜五吗 这个礼拜五就是 圣诞节的平安夜了 我们将会有三堂的礼拜 我将鼓励大家 不光是你自己来 你也是带着朋友一起来 让我们相信神 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用同心和 用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上帝祝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赐你心中大大的盼望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每人都与神的大能同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歌唱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祢来千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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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之道神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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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道神 荣耀 归之道神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圣诞快乐 大家请坐默导